他要早 羅部長 請部長 柯委員早 早 昨天司法法制委員會有到大僚監獄去考察 我想很多委員都很關心也很熱心都全程參加 待會我就這一部分來請教 但是我先談一個現在大家比較質疑的部分 當然 照道理 法務部的業務報告 應該讓檢察司司長有來沒有關係 應該各地的檢察長都要來 過去的法院都這樣 你不能比照法院組織法 檢察總長是預算才要來 這一點 司法法委員會以後可能要檢討這個事情 這是不能比照的 法院組織法 坦白講 檢察總長的同意權 乃至於檢察總長除了預算法律案來立法委員 這個是徹底違憲的 但是當初立法背景 所以民進黨黨團包括我們都一直要主張 法院組織法重新修正 當初就是這些黑金中心想轉制為特任組嘛 要提高位階 然後來立法委員遊說是進入二讀 所以檢察總長的位階比 法部部長還低 也不是憲政層次的問題 為什麼要同意權行使 然後要綁一個 他的逃避人來立法院 這是徹底違憲 違法 這部分還要繼續修 為什麼今天要講這個事情呢 這張新聞稿 最高法院檢察署3月10號 發出來就是有關於習家欽 習家欽在美國演講 當然他已經道歉了 這是嚴重的touch 嚴過其死 他已經鄭重道歉 引來最近大家都在討論這個問題 3月9號見報以後 3月10號當天報紙 結果特任組回應 是要把這個案子變成查治案 同時也很慎重發這個新聞稿 3月10號的新聞稿 也就是說 這個我們要 我們從今天開始 列為查治案來調查這個事情 檢察官辦案當然可以傳聞證據 有人請求都可以 但是呢 自從9月6號戰爭以後 我們一直要講說 檢察官的形象如何重塑 比較重要 如果徹底重要的話 不要變成執政黨的機器 就是2016民黨執政的話 我們認為這個 這個婚禁要嚴守 之所以 8月9號戰爭 現在黃世民也判有罪了 但是 還讓人要停留一個想法 就是說 簡討官辦例不辦藍 阿北的案子 大概已經搞這麼久了 你徹底查得很清楚了 今天 其他親 兩個案事情檢報以後 馬上列為查治案 同樣 一個比較 滿久現在 陳政組 我們 在查 傳了很多人 我們都以肯定 都以肯定 但是呢 周遇寇是在12月23號 就開始在電視爆料 然後 周遇寇以後還有 還有段銀康等等 一直爆料 陳政組都不查 到時候再查 到時候馬上就提告 周遇寇 最後的時候 陳政組才開始傳信周遇寇 部長 從這兩個案子 還是會讓人家感覺嘛 還是要維持辦理不辦藍嘛 一見報以後 你馬上發新聞稿 說已經列為查治案 整個案子 馬上的政治信息案子 在電視 每一台 天天如何如何談 大家都在看 充滿疑問 他們只說不 不動如山 然後當馬上就提告以後 他開始不得不 要開始處理 結果 你自己督導的 你這樣一個督導的角色 你認為這兩個 有沒有差別待遇 報告委員 這兩個到底是怎麼回事情 又是讓人家 認為 你國家檢察官特認出 還是在做 還是 執政黨的工具 報告委員 特徵組辦案子 從來我都不介入 我也沒有過問 他任何一個動作 我知道 但是 你們天天在一起開會 你常常在開會 都要咬耳朵 沒有啦 像這種事情他也不會跟我講 我也不會知道 那你以佛部長的立場 或是你推出以一個法裔人的立場 還是一個平頭百姓的立場 你看這兩個案子 是不是有差別待遇 報告委員 所有的案件都沒有完全相同的 比如說 這兩件案件 這是總總的案子 對 但是因為是協任 這是高度數目的案子 哪也不相同 還有 每一件事情都不會完全相同 那你認同這兩個案子 差在什麼地方 馬來就被講了 已經電視要炒過幾個禮拜 講了大家 報紙在寫媒體 名嘴講了這樣 聽話 已經是全國的民眾 都在高度數目 不動如山 今天一講健報 馬上又會查字案 就簡單的邏輯判斷 你偷開你是法務部長 你律師也罷 一賣老百姓的立場 你看這個有沒有 有沒有怪怪的 他們的考量我不知道 但是 他們的考量我不知道 他們考量不知道 你應該 應該 注意這個案子 不能這樣 再這樣搞下去了 我們好不容易 我們希望 檢察官員的形象 能重塑 持續提升 讓他 都認為他永遠是一個 不接受真正的 中醫化的角色 這個 才是國家之福 這樣搞 當然 我現在問你 你答不出來 你退出 一般老百姓的看法是怎樣 網路上 大家怎麼 怎麼看這個事情 部長 再怎樣 你都是個部長 你整個 頭部的行政 來自監督 都是你的責任 我希望你這個事情 以後 要特別注意 將來特恩組 包括你所屬底下的檢察官 檢察是一體的啦 是不是這樣 你要特別注意 好不好 這個 實在 在重商特恩組 本來我對 新的特恩組很大期待 所以先談 這個是 問這個問題比較大 另外 比較簡單的 我講一個案子 只要一個案子 他一審 他二審 起訴的 就是罪數 增加 本來一條罪 有兩條罪 後來變三 一審兩條罪 二審三條罪 就是罪數增加 那罪名 就是罪名增加 罪數也增加了 結果查一查 二審查一查 查了以後 發現他罪數 犯了案子 有 現在就一罪一罰 罪數也增加 罪名增加了 罪數也增加 當然我們現在就是說 所有的 罪友都有想像進合空間 想像進合 對不對 好 那這個應該就是 罪罪併法 這樣對不對 現在就是一罪一罰了 對 那這罪罪併法 當然就不是街西飯 對不對 好 我想這個講大家很清楚 一審 破兩罪 二審破三罪 一審 你投給農業 罪數 是一個 二審的發言他罪數 增加三個 以現在是 這是 想像有各罪罪 各有想像進合 沒有 然後呢 這是 這是 罪罪併法 不是一罪一罰 這是一罪一罰 這絕對不是街西飯 這個法理堂沒有錯 既然你都沒有錯 我回頭過來談 黃世民的案子 黃世民的案子 黃世民一審的時候 是判 兩個罪 洩密 通保 二審的時候 是 判 增加一個罪 罪名 叫做 各自法 那被起訴的罪數也增加了 二審判的罪數也增加了 因為他 他 他 包括宣明很多次 包括跟馬英九講 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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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者會等等 所以這個是 不是街西飯 這個宿絕併法 結果呢 黃世民的案子還是 只剩下一個月 所以看到這個司法 是國民黨有介入了 所以 我為什麼黃世民的案子 以後 我展覽說 檢南官應該 非常上訴理由在這裡 我想聯合報 很多都在批 批我 這是要統一解釋的 所以這應該 這樣是 王法裁判嘛 王法主席都是法律人 你也當過律師 這是王法裁判嘛 剛剛檢南官應該提起上訴 要統一解釋這個問題 那以後大家 這 司法是可以操作的 好像是 因為 前調教局局長 因為 這次議長 卸命就 已經關了 關了近兩年 那三條罪都 都不用管 他遷都好 都五個月六個月 後來 六個月 六個月 全部醫科法律 因為黃世民 有罪官的時候 馬英九卸人以後 楊志祺檢察長 請問給我 昨天看到 有個黃帝營律師 也去告 說馬英九 這個 卸人以後要偵辦 但是找到前年的時候 台北紀念書檢察長 楊志祺就有 請問給我 說總統不受刑事訴求 卸人以後 另行偵辦 他要面對對官司 求某 為什麼還在大師大師大師 Jesse 要罵自汙輪 它是叫到他訴訟 karış的問題 對 真正的這兩點 你報laub是 這個 應該要統一解釋 這個是 這個不是 我追殺不追殺的問題 這是一個 法醫長一個很典型的判案 所以影響到以後 所以為什麼要說 檢察總長應該 提議非常上訴 做統一解釋 這是重點在這裡 今天在這裡 除了談最近特定組作為 我們還是 很期待特定組好好辦案 好不好 檢察總統不可以跟總統見面 陳聰明檢察總長才一直到現在 只有黃世民天天 去看嘛很久 天天在通電話 總統 他的論點是 總統有檢察一起前例 這根本瞎扯吧 我們檢察總統既然認為總統 他是總統任命 所以總統也有檢察一起前例 所以他所任何司法個案 要去跟總統報告 他官司已經輸了 他說他是辦行政不法 不是行事不法 行政不法也不是特定組辦的 我想這個事情應該 尤其對於 習近平這個事件 特定組這個作為 前後來把新都認為 你還是在辦理不辦案 這是非常嚴重的事情 我回到今天主題好了 有關於這個 最近比較大搖事件的問題 我簡單講 時間也有限 還有三分鐘是嗎 他們昨天都多去看 坦白講很認真 我是講說要 制度面和法律面要修正 所以我講 以下講的4點 請部長你要好好思考 坦白講 整個人每天都想要出來 這是天天地義的 他也想好好表現 但是我們現在 但是我們現在 我們現在沿用過去英國 在官方的把他送到澳洲 那種所謂的N點字 你說記點字 記點字 是N點 你表現好一點 能夠做很容易操作 這不是制度的問題 現在全球都改為 善食制 收減制 是一個很明顯制度化的問題 所以為什麼 以前新途少爺會暴動 乃至於這一次大搖事件 最主要 他們覺得他們沒有希望嘛 所以有關於 刑法77小三任條款 可能要好好討論 這是大家要思考一下 每一個人 都想改過資金 重新回到社會來 但是一旦讓他 完全沒有希望的時候 這個東西 這個事情一定就是最根本原因 當然其他原因我們在談 所以建議前一陣子說 沒有 一百年的時候 馬英九會不會減刑 有的一百年就要這樣 就提出來說要減刑 馬英九根本不可能 這樣一提的時候 造成建議裡面 大家都期待這個事情 搞得大家釋放的時候 差點暴動 所以你可以想像出來 各位 新的燒店 兩日 我都在現場 這主要就是 這個問題 所以你一定要去思考 這個三任條款 當然這個朝委 大家來講 還有社會氛圍 大家來思考 第二個比較重要就是 我一直在講的時候 這個不能用恩典的 你活物不可施的心堂 你建議行刑法規定很清楚 累進處於二級 報賈市委員會 賈市委員會 賈市委員會送到法務部 現在當然送到小營署 就應該放了 現在叫立委天天去關說 因為每一個抽行人 都找得到立委 變成主客議員 比如說立委員會 誰喊你來拜託 然後又什麼關說 這是一個前面 陳情夫案件 所以這個問題 不能法務部 在這樣一直讓自己 私自的心堂 違反 違反人前 四線絕對輸的 過去就是 有人提示四線案 因為多關一天 就違憲了 因為現在滿期以後 辦手續以後 第二天才能夠出去 就只有四線 就違憲了 我們就修改 修改 建議行刑法 所以這個部分 一定要徹底解決 也就是說 你對於 我們一直叫你 把建議行刑法送過來 他盡量要平行看待 然後 還有新型累進主義 條例 這些東西要重新質感 那我一次度的話 他成績到 你就應該放 然後 他沒有你不放 現在也沒有身負制度 現在提上法都通過了 他可以有行政救濟 他可以上法院了 所以你要 現在修法的時候 你要開始思考 不管 什麼案子 一定報三次 那比較 外面比較 眾所瞬目的 一定一直偷偷 他不想 保護部不想的 這個麻煩 所以這個建議行刑法 來自於行刑典禁主義條例 這要把它制度化 不可再施設行刀 然後 他在建議的假設 我還沒有通過 應該要有 有 有生物制度 要讓他有生物制度 要復查 然後 可以上法院 這提成法的精神 大方 70和70都 都已經釋出來了 那我知道你要修法 當然 是不是可以 直接跳過 這個生物制度 直接 他可以 行刑救濟 這是人權 這樣大家都很平穩的就是說 我好好表現 不會說我得罪誰怎麼樣 然後 我因為過去 在外面睡 所以我一定會搬到滿旗 這當然會暴動 這是原點 所以這個法上面 要去處理 另外 稀毒犯罪多 不然去續戰 要跟會合部好好討論 除了 除了這個介質以外 社會的規復怎麼做 美沙東 讓你們落實 當然 要講到除罪的話 沒有人敢講 但整個制度要怎麼改變 這個是要按會合部好好討論 以現在經營能力 最多這些 小偷和那個 那個 恩毒犯嘛 當然品質會不好 所以這一點 他們要 有關於 毒品犯的問題 過去 毒品防治條例也修正過 你要去思考 和 會合部如何好好的結合 這一部分就是第三點 第四點當然應該比較重要 就是說 有關於 你們已經從 近視監獄接收了 兩個監獄 人員也沒有 經費不足 這一部分如何排除 總委員會法 這一部分如何 我想委員會都會幫你處理 好 如果是排除總委員會法 然後 跟 人事總處理 情電院 還好好談 經費預算 一定要增加 我想 後來就是 這幾點 從資助面要去解決 還是根本知道 否則 其他都是行政措施的問題 像 子彈和槍 不要放在一起 你放在一起 就這樣 這都是一些 技術性的問題 我想 你們都一直在改進 一直在想 我現在就 希望就是說 部長 你在 在最後 有些人的任期內 你真的好好做幾個事情 真的好好做幾個事情 讓 讓智慧能夠 改變對你看法 對你反應 這些都是從 資助面 法律面 要去檢討的部分 當然 我會代表民進黨 提出修正案的 好不好 以上 這幾點請 部長 你也要跟特政組講一下 這個 還是感覺 半律不半來嘛 這速度不一樣吧 好不好 好 謝謝